2014年新的健保法上路了 不过也让很多民众是措手不及 由于参加全民健保的民众大增 也因此呢 加州健保交易所 把1月1号生效的健保缴费期限 已经改了 延长到1月15号 新的健保法在1月1号开始生效 不过还是有不少民众 还没有拿到保险公司的收据 或是为刚生效第一个月的健保缴费措手不及 有消费者表示 他们想在网站上付款 不过却遇到网站出现问题 想像保险公司或是健保交易所 也就是加州全保求助 但是电话总是占线 为此加州全保表示 健保还是在1月1号生效 但缴费日期延后 以免消费者来不及付款 也可以让保险公司有更多的时间办理申请 根据统计 希望健保在1月1号生效的申请者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却突然大增 导致全国各地的交易所和保险公司 准备实施可负担健保法 却碰上瓶颈和延误 加州全保在去年12月底表示 超过40万人经由交易所加入健保 远多于11月底的10万9千人 另外加州全保也提醒消费者 到3月31号前都可以申请加入健保 以免遭到联邦罚款 中网电视编辑报道